隔壁老王 我現在要出發到高田馬場 找一位台灣的小帥哥 因為他在日本開了一家咖啡廳 那為什麼我要去找他呢 因為我要去恭喜他 他在今年得到了世界的拉花大賽冠軍 很不可思議吧 我跟他有一些很特別的緣分 見面再說 出發 第一次來高田馬場 然後從來沒有去過這一家咖啡廳 更扯的是我沒有辦漫遊 所以我也是在沒有網路的狀態 希望能夠找到這一家咖啡廳 來證明我就是一個地圖過目不忘的旅人 但為什麼不辦網路呢 主要是來日本還是希望能夠放下手機 不要見到人用手機 這樣才能夠達到旅行的目的 希望會成功 有看到那個白色看板綠色字的 我應該做對了 就在前方 耶 剛才 我算是運氣很好 第一次看著地圖就找到了這一家咖啡廳 其實呢 你手機打開 然後雖然沒有網路呢 但是 你看 Google Map還是有這個好處 就是 能夠記錄你的位置 就算沒有網路的狀態 所以你可以在出發之前呢 先把整個路線 先在手機裡面存起來 然後再打開你的Google Map的時候 你的所在位置 還是可以清楚知道 你有沒有走 對走錯 那我們現在去找小帥哥 我們現在去找小帥哥 我 就在這裡 我看到他了 謝謝 好久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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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我要點一杯就是可以展現拉花神技的馬鐵 那我們紀錄一下 然後我們紀錄一下 他的拉花音姿 好漂亮 這是客人喔 沒有 沒做我的 你看 第一隻 現場看到 我都是從網路上看到的他 有經過世界大賽冠軍 現在有這種一般手機在拍 就一點都不緊張 你看拉的真好 帥不帥 大家是來日本的高天馬場 應該來自行一下 哇天啊 這棟公運應該也是有歷史的吧 60年 我們現在要去 我們的拉花教室 左邊這裡 還有一個人 哇 跟我想像中的教室不一樣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一台咖啡機 然後 有奶 帥 這是哪一家還是義大利還是日本 這個是德國的 德國的 對 它叫ECM 嗯 很不容易 我是想說東京在哪一個 東京是睽違四年 才三年 最大一場 四月 對 好啦如果我有機會 我可以穿著你的制服 在那邊當Sakura 加油 超緊張的 因為沒有人二連八國 這拉花歷史大概十多年吧 但是有需要給自己這麼大的壓力嗎 我也不知道 大家現在大家都是拿到冠軍之後就對了 對啊 對啊 你不一樣 你還要繼續挑戰 那試試看 因為 因為你很明顯的感受到就是拿了一個冠軍課 課源源不絕 就是一開班就有人報名 然後一報名很快就滿了 對然後再拿一個的話可能 哇這 就不一樣了 好啦 我精神上支持你 一二三 叫叫叫叫 一二三 叫叫叫 叫叫叫 好溫馨的一個地方 這真的是很傳統的日本公路 對 很久 很久 這坪數很小吧 這個20坪米 樓下40 以前窮學生也是能住在這種地方嗎 這個五萬嗎 對不對 日比五萬 所以 你要住就真的是 住這邊 因為出頭快 那算佛心講 那我等一下去把飯店退掉 哈哈哈哈 你能上課 看一個人 躺在這裡有沒有 這 這裡可以睡啊 哈哈 日本的房子都有一個就是 那個 Doraemon的房間啊 這就是我們的廚藏室 你知道嗎 老王就睡廚藏室吧 哈哈 這都自己烘得到 這都自己烘得到 這都一公斤 好大一包喔 這一公斤 一公斤 也是很香耶 那個是上個禮拜的 然後 這個禮拜的 哇更香 對 那就是要養 就是 雖然味道比較香 兩分是 聞的味道跟實際上的味道 對對對 所以要放一段時間 要放要放 尤其是 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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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這一個教室 可以容納多少人 一堂課 四個啦 四個就緊張了 然後 四個 一堂課上幾個鐘頭 一堂課上 一 一點五 一點五鐘頭 對 就是 四個其實就接近體驗班了 他們就是可以邊上個邊操作 對對對 然後我就帶他們 拉花 一堂課 さよう 一堂課 我股ius 你這一堂課 你一堂課 這是當初那個 大阪比賽冠軍的圖對不對 對 這叫什麼 這是玫瑰花 Yes 帥 我們就做一顆愛心 最近入門了 對 你有攻擊嗎 沒有 我就 我就帶著你 這叫泡兩杯 對 我就跟你反邊了 我就帶著你 對 你 跟我反邊就對了 對 我就把 第一 沒有回起來 就在地面長高之後 靠著 對 然後 靠著 對 對 就在地面長高之後 靠著 就在地面長高之後 來 對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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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們都可以去參加老聖夜宣 怎麼你做那麼容易 其實 我看他們在賞 嗯 你們稍微教一下你們 是齁 這個愛心就 這個教一下 很帥 帥 怎麼看你做好容易喔 這太不公平了吧 就是幾個技巧 嗯 看人家成功都很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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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